因为缺什么补什么 打妹补唱 居然有人叫我妹妹 我们真的是刘备和张飞的好朋友的友谊 哎呦我天没有一个能看 大家好我是张欣尧 新歌发布其实有两首歌 但是这两首歌发布的时间还没有确定 第一首是偏甜一点的R&B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第二首呢 就是很适合我的那种舞台的 非常的狂野 然后非常的霸气的风格的一首歌 聊舞蹈呀 聊短视频什么的 会不会聊创造营里边发生的一些事 就会滔滔不绝 一直讲一直讲 讲别人的八卦 那不能跟你说 我们的八卦不敢说 不敢说 听不了 暗针吸粉 其实我虽然有一点 not a want a face 但是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的 大家说我暗针吸粉 因为我觉得我的舞台 我自己都很满意 而且我觉得没有任何遗憾 只要是到我的part 我觉得我就是舞台上最闪耀的那一个 哎呦我天没有一个能看生意新龙 哎呀生意新龙真的 我们真的是刘备和张飞的好朋友的友谊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要再咳了 咳不动啊 骨儿不油 反正我每次做那种动作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挺油的 然后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骨儿不油 可能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油点 人间骨王 我之前一直不理解 人间骨王是什么意思 倒是也没有 有点反尔赛了 我也没有刻意地做什么 为什么说是人间骨王呢 这个得他们给我解答 我觉得我的粉丝脑洞都很大 我想想你们每天在想什么 你们每天在看什么 每天那些笑点或者那些梗子哪来的 都是你们脑子里装着的吗 还是你们日积月累得来的 因为你坚定心中的那份热爱 这真的是我感觉是很久的粉丝了 陪着我过来的 知道我一直在坚定心中的那份热爱 放心吧 那之后到未来我都会坚定心中的热爱 又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怎么的之前没有世俗的欲望了是吗 星瑶妹妹YYDS你咋想呢 竟然有人叫我妹妹 叫姐姐我都接受不了 还有叫老婆的我记得 我天哪你们怎么想 其实拍视频也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我拍视频的时候是赋予感情的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里面的真实和里面的感情 然后能深刻体会到或者是感同身受有一个共情 所以说大家喜欢看 是真的有那种感觉 是真的看着镜头然后脑海里有那个画面 就能自然而然的表露出来那种情绪 天赋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天赋 只能说有人可能天生身体没有那么协调 然后有的人身体稍微协调一点 但是天赋的话我觉得没有天赋这一说 只要你练只要你下功夫都可以跳好 我觉得我也不是说天赋型的 可能就是对舞蹈的感觉 或对音乐的理解会跟很多人不一样一点 我觉得做短视频的话要想的东西可能就是怎么样去跟上热点 怎么样拍出来大家觉得好玩的 或者跟自己性格特点 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粉丝量流量观看量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做idol的话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 一个好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做回了自己 因为刚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做回自己 我还在自己的一个之前的形象 或者一个给自己刻板的一个标签里边一直走不出来 后来我做了真实的自己 然后我把我这些年积累的一些经验 包括舞台上的或者自己舞蹈上的 或者是对唱歌方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真正的表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我更从容了更淡定 心态上比之前也更好 可能之前总是去为自己控制不了 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而心烦而焦躁 但是现在我觉得更加坦然了 然后我不会因为我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而影响情绪 更多的是想怎么提高自己 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有收获 事情都在哪都会发光 刚开始就是在步入这一个行业的时候 我其实很想成为那种全能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挺追求完美的人 我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有作品 都可以有好的反馈 还是希望自己可以上综艺 多上一些适合自己的综艺 然后有音乐作品 然后也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演一部自己喜欢的戏 或者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4S 秋天 期待仙瑶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吗 我老家的考全羊 想听你唱《女孩》 女孩 我的故事 因为你而展开 热爱105度 你可不可以再唱一遍 打没 不唱 酷爱我的软软老婆 他说姚哥会说蒙古语吗 可以的话说两句 教你几句 自我介绍吧 比如说我叫皮卡丘 就是比皮卡丘班呢 张欣祥吃火锅必选的一道菜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是猪脑 因为缺什么补什么 我是你个管 他真恶心 他真恶心 哈哈哈 看我 希望你们今晚不要吐 你们看完这篇采访 不要吐 还要喜欢我 因为我 我的狙击YYDS 然后继续支持我 再见 拜拜